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万化根源总在心 不过这个心要活用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能够更用心 所以我们将来在很多路 是都可以再继续的往前推 往前走 让我想起 实际上就是生命 老总统一句话 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 既起的生命 所以这个生命变成是 应该是有机的 而且是永续的 所以我们现在研究鬼谷的 把两千多年前的生命 再把它创造 再把它的光辉发扬 我们现在请 黄教授本来是不能来 但是他也是也特别到了 我们就请他 尤其是他开头 就写了这个有关 鬼谷文化发展大未来 在今年云业三号的祭祖大典里头 作为供奉祖先的献礼 请黄教授 大家好 阿明陀佛 母亲节的前夕 我不小心在浴室摔倒 然后撞到头部 医生说我要安静地卧床休息 所以我在家躺了五天 感觉那个体能一天天在消失 那我就跟杨院长说 今天的交流会能不能帮我除名 结果前天 杨院长他走到床边跟我说 他说起来 出来走走 那里的气场很好 你的精神会好起来 他的所谓那里的气场 就是我们的基隆道场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里 接着他给我一张 就是我们今天的海报 海报 我发现说我没有被除名 我没有被除名 另外我发现 这里面有两句话是杨院长写的 我觉得很好 很好 鬼谷文化发展到未来 对话 鬼谷文化股之今用全面向 因为这两句话跟师父的开示 它是相应和的 最近这两三年来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师父在一个 比较大的场合 算久久法会 他都会开始 转述我们老祖的开示 以和平 打和平 视为真和平 这样的一个理念 这样一个理念 所以我们今天的对话 交流 他其实是以和平 来打和平 所以鬼谷文化 基本上来说 它是和平学和平文化 所以我们今天 以鬼谷文化来发展到未来 它是一个正确的 明确的选择 第二句话 鬼谷文化股之今用全面向 全面向 这句话 其实师父他有开示 他说 鬼谷文化是 鬼谷指智慧的视线 它大无其外 细无其内 所以鬼谷文化股至今用全面向 它是跟师父开示的这句话 它是相应和的 相应和的 所以 禁堂的这几天 我看杨院长都在看一本书 这个书就是大陆房地中教授所写的 《心编鬼谷子全书》 他看了之后 他跟我说 他说 我们的师父 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都可以在这本书上去找到 去找到 比如说鬼谷子分定经 鬼谷子音符经 鬼谷子天水 天水灵文 天水灵文 还有所谓的官令 依稀内传等等 所以 他启示什么 各位他启示 他启示什么 他启示 当今我们鬼谷心圣教 弘仰鬼谷文化 古智金庸 是全面性的 全面性的 它涵盖大中小世界的和平 也涵盖灵魂界 明阳两界的一个和平 所以师父一直也转述 我们老祖的开示 灵魂界不安 世界要太平很难 所以各位都可以体会到 我们的师父 在第一法轮33年期间 他花了很多时间 带着诸仲弟子 追根溯源 寻祖源 寻祖灵 安祖灵 所以祖灵安 四代祖生 福慧增长 所以我们师父做的这些事情 灵魂界的这些 刚刚师父也有开示 他说 你我之间的空间 叫做心 叫做心 包含灵魂界 所以祖灵安 天下太平 就比较容易 我们师父做了很多很多 这样的事情 我相信未来世界与和平 它是一个根本 它是一个根本 那刚刚师父有开示说 我们每个人都是同主 同中同源 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硬心 所以我们今天的交流 对谈它是全面心的 所以我是根据师父的这句隐形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 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最基本的 最根本的 它看起来很简单 但却是很重要 很有意义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师父经常随机开示的 因缘果的这个概念 因缘果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 各位想想看 如果能够把它善用的话 能够善用因缘果这样的一个概念的话 至少我个人的看法 它可以发挥两点的功能 第一个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化解 人际间可能产生的冲突与无形 甚至于它可以达到解缘世界的一个效果 第二点的功能 我认为说 当我们人生走在十字路口徘徊的时候 不知所措的时候 如果你有因缘果这样的概念的话 它应该可以马上很快帮助你找到一个很明确的 很合理性的一个人生的方向 所以因缘果这个概念 看似很简单 但是它其实是很重要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在人际的互动过程当中 如果我们能够善用因缘果这个概念的话 它可以让我们凡事 让我们凡事 给予我们自己 跟给予对方一个比较大的回转空间 因缘果这个概念 它可以帮助我们 还可以帮助我们 就是为自己或为对方 给予对方一个后路 给予对方一个退路 或是简单的说 有因缘果这样一个概念存在的话 一个人 两个人在互动的时候 他的话不会说绝 事情 他也不会做得很绝 换句话说 他不会赶尽撒绝 好事不会全拿 好处不会全拿 坏事他也不会做尽 有一本书 愈为草堂笔记 愈为草堂笔记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本书里头有一段的记载 它记载着 彭娟押下山的时候 他的师父 也就是我们的鬼谷先师 晚场老祖师尊 给他两句话 路狭隘处 愈人同行 路狭隘处 要愈人同行 如果这段记载属实的话 那我相信 当时的彭娟 他并没有把他师父的话 放在心中 所以才导致其后 种种悲剧的产生 所以因缘果 这个概念 告诉我们什么 他告诉我们什么 他告诉我们 凡事凡事 要先退一步想 先退一步想 常言道 退一步想 海阔 天空 人生 充满着希望 所以事实上 我一直在想 我们人生的历程 我们人生的历程 你由那个因缘果去思维的话 因缘果去思维的话 去这个角度去思考的话 我们人生的历程 它其实是由 很多很多的偶然 跟必然交织所形成的 交织所形成的 偶然的相遇 结缘 生 必然的相逢 续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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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结缘续缘 它交织成 你我每一个人 各自不相同的 人际关系网络 这是我的看法 然后上个月 那个老祖 法会的时候 然后我和杨院长 有去参加 也见到了师父 我就跟师父 请示说 师父 今天是老祖圣诞 我能不能够 在老祖尊前 祈求老祖 千银有缘人 来结缘 师父马上跟我回答说 不是结缘 是续缘 当时我认了一下 后来我心头想 一个字之差 是不一样 意义是不一样 结缘 我这样讲 不知道对不对 大话请师父开始 结缘是结今生缘 续缘是续前世 因缘 所以一个字之差 它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不同的情境 不同的一个案例 应该有不同的一个祈求 所以我谈到这边 我就是要很请师父 慈悲帮我们开施 这个因缘果 因缘果 还有结缘 续缘 帮我们做一进一步的开施 让我们每个人在面临人际困扰 或是人际期待的当下 有一条心安的路 可以来遵循 所以恳请师父 给我们指点明经 给我们开示 谢谢 我们谢谢黄教授 我们来事件上都是序言 尤其 在谈恋爱的时候 是序言 我们世间人常常会说 冤亲在主 冤亲 夫妻是冤亲 子女是在主 因为你没有留很多钱 以后老的时候 他会对你好 那就还值得考虑 冤亲 夫妻 想说 这是冤亲在主 事上不是这样 是序言 序前生的缘 大家在天上 借宿有约 在天上借宿过去无量节 我们记不起来了 我们会讲 哎呀来生 我们做夫妻好了 那旁边呢 就有一些 朋友啦 同餐道友等 既然这样呢 我会 我希望当你的子女 但是呢 有个条件 我要当你的子女呢 你要 教育我 不要让我走错了方向 那么 要当爸爸妈妈呢 他说我可以带你走上正道 但是 你要上我 送我上山头 就老时候的 老的之后 往生了 中山头 上山头 往生时候 要给他换一袋 那个山头 不是真正 可以把它埋掉 回零山 所以零山一会万年登 四八大院照光明 然后当下姓呢 王蝉老族妙智姓 妙智姓 加此灌顶的建太平 冥养两界的 零姓 大家和平相处 祭祖大典 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姓氏 列祖列宗诸祖岭 五千年来的恩恋情仇 所以当下姓我们 王蝉老族 叫我们要续这个缘 以续缘为基础 前生的缘 无量节 好坏 一笔锅销在佛前 要大家诵经 以宗教法语 来一笔锅销 大家重新续好 继续这个好缘 就珍惜下来要续缘 续缘下来要续缘 而续缘的时候 来结未来生的缘 所以我们都是过去生 结这一生的好缘分 那么我们接下来 我们又是续缘了 因地果还生 因是续缘 续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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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结 来生的缘 又一直循环 所以我们都叫做跑马灯 因缘果 因缘果 释迦牟尼佛 他会讲这一句续缘 续缘和结未来生的缘 一段故事 我讲给你们听好不好 要 要 释迦牟尼佛住世 六十几岁的 有一个国家 当时一个小国 他的 女儿 爱上另一个国的王子 两个感情很好 但是 这个女孩子 女公子 他要吃手扒鸡 烤鸡 手扒鸡 另外那个王子 他家里是出事 出事 为了满足 他们要娶这个女孩子 但是 开始就答应来 我进来以后 一段时间的就 不给人家吃 手扒鸡了啦 哇 那问题来了啦 所以这个女孩子 哥哥 发动大军 要去打 另外这个国 释迦牟尼佛他有 神通天脸通 他就赶快到 这个国 要发动军事这个国 现在你为他们说话 为这个国王说 说法 说他女儿 跟这个 王子他女婿的缘分是怎么样 是全身有约 但是现在你的生活习惯 大家也是有约 都忘掉了 所以啊 那一只鸡 能救活 你的整个的国家 百姓人民的生命吗 所以 那一位 王子呢 突然就醒起来 这个女孩子的哥哥 醒起来 化解这个干戈 所以 释迦牟尼佛就开始说法 你们这个因缘 新陈要感恩 这个鸡 他已经剩了一个食物了 太太要吃 你就给他吃 这个虚他全身的缘 所以你们 应该要觉醒 所以我们吃饭 我才要 才给各位 我们吃饭的时候 都有一个感恩 虽是给予一点水米 但你的功德 大如天地之恩责 我们诚心的感恩 与喜福 所以我们用灾的感恩池 有没有 这就是说破除那些 因为你出事不出事 这个问题 造成很多的烦恼 这一点呢 我们应该要有政治正见佛教 原来是吃饭的 到了中国 之后 因为我们中国道教 原来是出事的 有一次的螺天大教 宋经的和尚法师不够 就请了佛教的中国 佛教的 来一起宋经祈福 结果他们 佛教的吃了素的 感觉说 哎呀好好吃哦 佛教才转为吃素的 道教转为吃饭的 这就是我这边 这就是我这边 一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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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世间的话 你要了解这个道理 初婚的 你心里没有感恩 也不对 初恕的没有感恩也不对 我们都在续前生的缘 不是结前生的缘 续前生的缘 好很抱歉哦 教授 我讲的让你吓了一跳 哈哈 续缘就是这道理 但是要珍惜哦 我们珍惜是喜缘很重要哦 夫妻结婚以后要喜缘 接下来是又结未来生缘 哎呀我们好多同修 老公你很好耶 我来生我要再当你的老婆耶 嘿嘿嘿 我们江董的夫人都这么讲 哈哈哈哈 很好 好多同修也都这样嘛 好谢谢 请这个张院长 请 如果有问题要抛给师傅的话 就欢迎 如果你不知道是怎么样讲的话 你就赶快想个问题 赶快请师傅讲 尊敬的欢迎禅师 诸位这个教授们 还有诸位同修大家 午安 佛弥陀佛 谢谢 杨院长在差不多一个多月前 只是说在基隆道场 要办一个圆桌的 这个会 我以为啊圆桌就是我们 这一群人 圆桌大家谈一谈 没有想到啊 这个场面呢 这么大 我一见了就吓一跳 结果吓得我说今天到底 想些什么东西啊 是 后来我一想 这个题目啊 因为这个东西我昨天才收到 这个题目 在县史专送 再刮起来 对 所以我一看 哦 原来有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题目 所以我就想到 可以这个 好像 让我稍微 发挥一下 首先 我对这个 我们这个 魂元禅师啊 能够把鬼谷先师 王禅老祖 作为我们的教主 唯心中的 唯心圣教的教主 这一点 我是感到非常非常的钦佩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啊 你看两天多年前 我们 鬼谷先师就已经 写了这些这个经典 可是到后来啊 因为都发扬这个儒教 发扬这个孔子 把这个鬼谷先师 留给我们这些宝典 好像忽略到了 后来虽然有研究了 都是研究 他什么 他的身世了 他的什么出生了 等等这些问题 对于他这个 经典的内容 怎么样在我们这个 现实的生活中啊 什么样子应用 几乎没有人谈 刚刚我看到 这个 我们吴校长 拿的这个 这本书啊 好像还有几个人在研究 但是都是个别的 都是个人一个人研究 现在我们违心中啊 要用我们大家的力量 来研究 鬼谷文化 我觉得这一个贡献呢 真的是了不起 因为很多在里 甚至于对我们鬼谷 这个先师啊 还有很多误解 甚至于 还有一些非常 不礼貌的这个话 那真是 对不起我们这个老祖 所以我们 魂元禅师能够把 违心中教主 以王禅老祖作为教主 这一点 我首先表示 最大的敬佩 因为鬼谷子真的是 太了不起了 我以前也是 等于像刚刚讲 洪董事长讲的 没有什么接触 也是序言啊 杨院长的这个 这个介绍啊 让我和魂元才是能够续这个缘呢 所以真是我个人来讲 也是一大的 这个 可以讲是 光荣和幸福了 因为我以前来讲 退休以后啊 我就看一些历史的书啦 写写字啦 也许 各地方 游山湾水一下 根本没有接触到这个鬼谷子 所以自从这个续缘之后呢 而且洋院的指示我 从哪个方向去研究 我才开始慢慢慢慢了解 了解 发现了真的是波大精深 啊 我们这个 仙师啊 真的不愧成为 智圣 孔子是智圣仙师了 他是指教育方面的 啊 我们这个 王残老祖 智圣是 涵盖的面 太广了 啊 所以我首先就是表达 这个 首先这个 对这个 洋院禅师啊 我们 微信中以 鬼谷 先师 作为我们的教主 这一点 我认为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另外有一点啊 我就是觉得有一点这个 很奇怪 但是也可以讲 真的也是圆了 因为 18 1982年 洪元禅师 在那个 我在那个 意志行者 等等 视频里面看到 他是大病一场以后 突然发愿 要以易经 风水 还有如实道 等等这些思想 来创立 微信中 而且以鬼谷先师 作为这个 这一个转折非常奇怪 以前我们 我们的这个 洪元禅师 他是测量方面的这个专家 严格讲 对中国的国学啦 还有这种 这种这个经典呢 可以讲也没有接触 怎么会大病一场 就能够 是什么样的一个灵感 所以这点等一下 请师傅再帮我们 开示一下 怎么 怎么会这样子 好像是有一个 上天 有一股什么一个 一个 一个电 这么一个无线电 传到我们 你看 易经这么难懂的东西 我们这个 活源才是 头头是道 讲得这么清楚 我真的 我们这些 不要说大学毕业了 博士很多 根本不懂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一点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 或者是让我很惊讶 这个转变 真的 后来那个字啊 也写得这么棒 还有编那个天德经 我以为天德经是 是王长老祖自己写的 原来是我们师父自己写的 哇 真了不起 你看那个文句啊 多么的深奥 多么的高深 真的了不起 啊 不是那个四句话 什么这个 日月 阴阳日月最长 最长生啊 这个 可惜天理能分明 今有这个 真胜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这句话啊 真的应验了 你看 就那最近来讲 北韩的局势 几乎要打仗啊 现在没事了 南海你看 你是剑拔主张啊 菲律宾啊 越南的美国 通通要和中国打仗啊 哇 非常危险 美国的什么航空母舰 通通跑来了 现在通通没事了 是不是冥冥之中 我们 洪院师父在那里 给这个 我现在讲 你要来化解 我猜一下 真的 你看 这么严 这么严峻的这个 这个局势啊 现在看起来没事了 而且川普说 我还要到 到北韩去给那个 给那个金正恩见面 我们来谈 谈判 谈判就是你勾系 就是我们 这个这个 王山老主讲的嘛 沟通嘛 来谈 不要打 另外一点就是说 这个 这个 还有一个 一个 问你刚才讲 唯心 这个心字 在我们中央讲 毕竟这个 人这个字啊 用了很多很多的成语啊 人民爱物了 什么 太多了 这个心也是 你看 讲到 古代的来 这个 唯政治道 有人讲 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 这个水啊 是指的人民 那为什么可以在周呢 人心安定的时候 是指人 老百姓啊 心很安定的时候 当然这个国家就很平安 慢慢走向腹墙 如果人心不安定 就和那个水啊 产生了海啸波浪 就要翻这个船 翻这个船就是把政府推翻 那就是人心不安 因为你的暴政 造成人心的不安 所以我们讲 人民是最重要 而最重要就是心 人的心 如果能够安 一切的问题就好了 家庭也是 夫妻之间 二人同心 齐力断金 夫妻两个 刚刚那个姜董的 他们就是二人同心 齐力断金 因为他的事业做得这么好 是不是啊 他以前也是新闻记者 能够现在变成一个大的企业家 一定是夫妻两个人 二人同心 没有话讲 还有什么东西 心安理得 我们心一安呢 什么道理都可以得到了 你心不安的话 哎呀 那真是烦恼太多了 所以我常常自己也检讨自己 我说 怎么样心安呢 我说 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我就心安了 你不要这么 不要想郭台铭了 我的同学里面很多很有钱的 我说你比钱不要给他比 我们现在生活 过得去嘛 何必比呢 你越比越气啊 对不对 好 比下有余 我们同学里面 要我们大家捐钱救急他都有啊 活不下去的都有啊 所以 这样子 让我的心很安 我是真的很愉快 尤其有时候听到好的音乐 看到好的风景 哇 那真是我说 人生再次真是一大福气啊 我们能够活着就是佛气 福气 这个主要是个心的问题 所以我们维心中 以心作为我们的教的名称啊 这个也真是 我们师父的这个 怎么讲呢 他的这个最高的智慧 把它创造出来的 你看基督教佛教等等 我们用心 维心圣教 真的了不起 真的了不起啊 还有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那个 我们这个王山老祖讲啊 在他的经典里面讲到 后来这个谁是 是黄教授吧 你把他跪了 立他 是不是你讲的 另外我就反而要补充一个 对就是和和 和平的和 合作的和 和和 也是我们王山老祖的一个 中心思想之一 就是绝对不要打仗 为什么要谈判呢 不管是 百合片也好 底细片也好 什么片也好 都是让我们 透过对话 啊 来说服对方 让大家 怎么讲呢 心服口服 都不会打仗了 啊 所以这个来讲 我们这个 智圣啊 天师啊 他所提出来的这个 立他 和和和 这两个观念 也就是我们维新中的 这个 现在在 推广我们这个思想 推广鬼谷文化 很重要的这个基础 啊 你看啊 美国人 为什么落到今天 他就是立他 不是 立己而不立他 在全世界发动的这种 战争也好 什么也好 都是为了他自己 尤其现在川普讲 美国第一 美国至上 那都为美国啊 他为什么打伊拉克 是吧 也是为了石油 啊 哪些 这些 不管中东也好 甚至一个小小的 一个Doranada 当时的雷根有些派兵去打 啊 还派这个 他的 把加拿大的总统抓去 管 跑到人家加拿大国家里面 把人家的总统啊 Norriga 叫什么 抓去 关起来 这完全是侵略 完全是侵略 完全是利他 美国的利益 啊 完全不考虑利他 所以他终有 将来啊 讲得不好听啊 罗马帝国灭亡计 新王计 新到罗马就多么的强盛 最后完蛋 美国也是啊 现在走下坡了 所以历史学家也好 还有那个Huntington教授也好 都看到了 东方的中国文化 中华文化 是将来维持世界和平 走向世界大同的 最好的 这个 应该讲最好的这个 这个 这个资料 资产 啊 他能比较 21世纪 是中国人的世纪啊 这个话没有话讲 我们 我们现在 台湾人也好 中国人也好 大的来讲 都是中华 三组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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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代 中华三组 所以另外一点 就是说 我们把中华 炎黄二帝 恢复到 增加到三组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 尤其大陆 那么样子固执的思想 能够说服大陆 承认三组 真的了不起 有一年我们到那个隋的师傅 到这个张家界 街上啊 很多都是韩文的招牌 除了中华还有韩文 我就奇怪 我就会当地的 我说你们写这些韩文干什么 他说韩国人呢 把张家界作为他们的祖先的诞生地 我说是哪一个转呢 持游 他说我们一生 韩国人一生 一定要到张家界来一下 来到我们的祖先的地方 所以韩国人认为持游是他们的祖先 韩国人的姓啊 姓金姓什么 铺姓什么 都是我们的中国姓啊 所以这个来讲 所以我们中华三组 甚至包括日本 徐福的后代等等 都是与我们中国人有关系 所以我们讲台湾人也好 中国人也好 实际上都是中华民族 都是中华三组的后代 我记得当年那个反对党 那时候还没有民进党 最早的反对党就想郭雨昕 他们那个省议会的那个三个反对党 郭雨昕 黄信介 还有哪一位 郭雨昕怎么讲呢 他说我是堂堂郭子怡的后代 我当然是董哥郎 余登发 怎么讲 他说我们唐山多海到台湾 我也是中国人 余登发这样讲啊 他们说老一辈他们是反对什么 反对 国民党一党专政 要求民主 绝对没有什么台独啊 你先去问陈局 你跟那个郭雨昕这么多年 郭雨昕有没有讲过这个话 陈局曾经是帮郭雨昕当过秘书之类的 所以这个老一辈的人都没有忘记他的祖先 想不到这个后代啊 有些人真是叫做树田王族 但是也有人讲说这些人呢 事实上不是中国人 是台湾光复的时候 日本人呢 有三十万人呢 没有遣回到日本 留在台湾 他们有的改姓 改成中国姓 所以搞台独骂我们中国人是支拉猪 这些人真的不是中国人 我说你自己是中国人 你都骂到你的祖先啊 对不对啊 所以后来我想了解 我说这些人为什么骂我们 是支拉猪啊 这是日本人骂我们中国人的名词啊 日本人当年统治台湾的时候 骂台湾是什么 清国奴啊 他有没有尊重我们啊 没有啊 是吧 所以这个 刚刚讲到 以这个鬼孤先是作为我们的宗族 以这个中华三族 恢复中华三族 就是把持有的名誉恢复 变成我们中华儿女 都是这三族的后代 比如姓姜的 是阎帝的后代 姜太公的姜啊 他是阎帝 寇姓许的 他也是阎帝的后代 从这个姓氏上 当然我姓张的是皇帝的后代 他这个 你要查那个姓氏原流啊 通通有 因为古代历史 成者为王啊 败者为拓 所以把那个持有虽然打败了 就把它贬移到 好像是没有这个人了 人家的后代都还有啊 云贵那代很多也是持有的后代 在我怀疑那个诸葛亮七情梦霍 梦霍可能也是持有的后代 我在想想 因为梦霍很会用这个弓箭啊 持有是工艺之主啊 所以这个讲到这里 我们就是这个维新中的第一个是 我们非常的了不起 第二个我们的责任非常的伟大 为什么呢 非常沉重啊 也是想要推广鬼谷文化 所以 最后就讲了 古字经用 我们鬼谷文化里面讲的东西 真的是 刚刚这个 所以说在人力资源啊 我认为很多方面 小知识家庭可以用 那个杨源教会 要我一篇考试啊 我说我已经想到这个题目了 题目叫做 从底细篇 谈论 在危机管理上的应用 底细篇 真的 把这个危机管理 现在讲的危机管理系统 全部都用上了 首先你要防患女未然 如果你发现一个小小的 裂缝 要赶快把它补起来 如果已经发生了危险 怎么办 我们如何补救 笔细篇也没有通通讲到 所以现在那个谈危机管理的人呢 如果把这一篇都看一看 他才发现 哇原来我们的 两千多年的老祖宗都讲过了 外国人讲的这些东西 根本我们都有了 所以刚刚那个 我们 吴校长引证的这些 都是推崇啊 包括寄信几专 都了不起啊 所以我们大家不要妄自菲薄 我们也不要认为 这个什么外国的月亮圆 我们中国的东西太好了 不管是谁 就是包括 就是我们的先圣先贤呢 尤其是这个鬼谷之先师 真的了不起 所以我们责任重大 要想办法把鬼谷先师的鬼谷文化 推广到现代的社会 小字家庭伙母 中字各个行业都能够兴旺 大致国家能够平安 能够安定 还有最后就是世界和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个底细篇也可以写 中金篇也可以写 哪一篇都可以写 中和的也可以写 我看我们今天在座 我们方教授 他是有那个习惯 因为他是记者出身 所以他的数据特别的好 所以他已经 他每次跟师傅要见面 在我办公室 要跟师傅要见面 他已经带了厚厚的一个本子 那写得很快 那现在就说 师傅虽然如是我闻 所以他就要听清楚 说师傅是怎么说的 所以我现在先请我们方教授 你可以先表示一点看法 再抛几个问题给师傅 那我们这样的话 师傅就可以再多谈一谈 等一下 不是 你那个 我先让他请他讲 因为他 他已经写了东西 写了东西 所谓的天人合一 黄教授在这本书里 这本书里头也写了 所谓天人合一的来源 那你先说一下